结婚前一天 婚纱不翼而飞 下一秒 我看着丈夫牵着婆婆的手走进来 丈夫说 妈这辈子没穿过婚纱 你体谅一下吧 婆婆说 是哦 而且儿子是妈妈上辈子的情人 你不至于嫉妒心这么强吧 我看乐了 直接甩给婆婆和丈夫 一人一巴掌 哦 不好意思 我脑子有问题 控制不住手 你也体谅我吧 随着想要的一巴掌落下 整个屋子的人都不说话了 婆婆愣了许久 手颤颤巍巍地摸上脸 疼痛让她的眼泪刷得一下落下 我满意地看着她脸上的巴掌印 觉得还是打轻了 这个老灯 我忍她很久了 汉啊 她打我 婆婆泪眼扑梭 直接扑到边上的男人怀中 你看他 你取了一个什么好东西回来 我打得这么疼啊 我不就穿他的婚纱了吗 都说儿子是妈妈上辈子的情人 他嫉妒心这么强啊 江汉 我的好丈夫也瞬间反应过来 心疼地看着他妈安慰着 我听饿吼了 只恨边上没个爆米花什么的 江汉哄的他妈 看见我抱胸站在边上 微微皱眉 弄喊了句 给我妈道歉 你怎么说话的 居然敢打我妈 她老老实实当的乌龟还好 非要对我吼这一嗓子干什么 我冷笑地看了面前这个男人 之前还能因为几年感情忍忍 现在彻底失望 转身就走 这屌丝妈宝男 一觉睡醒 我的电话消息和乍了一样 等我迷迷糊糊地接通 江汉马上扯着嗓子开口 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 语气不怎么好 我打了一个哈欠 慢悠悠问 你妈准备道歉了 她似乎被我气笑了 你做出那样的事情 居然让我妈给你认错 你知道尊敬长辈吗 我当初娶你回家图的 就是觉得你懂事 听话 急我你来这么一处 我亲戚朋友现在怎么说 我的你知道吗 我没有功夫 听她在和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直接挂断拉黑一条龙 如果时间能倒流 我只会后悔我没在走之前 再甩那个老灯 急巴掌 刺打和江汉从恋爱开始到现在 我忍他妈不是一次两次了 大一刚开学 我刚刚和江汉开始骄傲没几天 一个陌生女人 就突然加我的好友 我看头下以为 是我妈的什么朋友 她那段时间 天天对我推阿姨 于是就礼貌地喊了声阿姨好 结果那边直接发来语音 女人刻薄又间隙的声音传来 你就是江汉的那些女朋友 我心里疑惑 才和江汉谈三天了 我没和我妈说过呀 那个女人又发来一条语音 我是江汉妈妈 你也不用喊我什么阿姨 毕竟你和江汉才谈几天 感情都没有稳定 喊我喊得这么亲密不太好吧 看了你朋友圈照片 长得一般般 不是上海人吧 那家境肯定也一般般 也不知道江汉看上你什么了 我劝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 理想的捞江汉的钱 也别打什么龌龊的思想在她身上 毕竟她这么天真 你们这群年轻小姑娘 暗得什么心 我都知道 我听的这几条语音 懵了 一股莫名其妙的怒气 从心口蔓延到脑子 我虽然脾气好 但是我也不能接受别人种诋毁 更何况 这人还是男友的母亲 什么叫长得一般般 别想着捞钱 什么叫不是上海人 就家境一般般 这位阿姨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她单纯的儿子比我还大两岁 但是等我发出去字时 回复的只有红色感她好了 我气得手抖 将截图转发给江汉 她看见后 马上安慰我的情绪 让我别生气 她去和她妈说明白 随后又给我发了一张当截图 是她和她妈据理力争的对话 我还是不解气 她就站在楼下 不肯走 托室友给我带奶茶 但高 我对这个男人的印象 突然变得不错 最起码不是妈宝男 分得清谁对谁错 所以原谅了她 后来 不知道江汉说了什么 反正她妈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了 直到我无意间看见江汉的手机 摇天记录里 她妈一直在明里暗里说 我不像什么好女孩 往我身上泼脏水 这些我都忍了 但是我忍不了江汉的态度 摇天记录里 她一句话都没有反驳 只是敷衍地回复知道了 让她妈别担心 我当场拿着手机质问 她白了脸 拉着我的手哄了好久 还骗我说 大学毕业后留在本地的城市 江汉这个人说实话 长得不错 性格也不错 有点小浪漫 懂女生 除了那个不懂事的妈 都可以忍的 再加上我朋友张青 一直在边上劝我别分手 说了江汉的好 惹得我心软 俗话说 朋友觉得看得上的男人 才是最值得的 这么思来想去 我还是没忍心 她满脸开心地答应下来 我们继续恋爱 大学快要毕业时 江汉问我要不要去见见父母 谈婚论嫁见父母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思考了下 决定回家和父母 简单商量了一下再说 这次回家后 我同父母说了这件事情后 我妈问我 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 我想了一下 和江汉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点了点头 随后 我妈对我爸使了一个颜色 两个人从抽屉里 拿了一个红笨蛋 放在我手里 这些年 我和你爸算是拼搏出头了 顶你在上海买了个房子 算是顶你的礼物 我一直知道我家有钱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爸妈居然已经有钱 到这种地步了 当场抱着我妈累撒沙发 弟弟看见了 打去开口 我都没有 爸妈 你太偏心了吧 随后 我爸妈又给我挑点名贵茶叶 以并带走去见江汉父母 下了飞机 江汉就站在外面 我拎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开心地往他那边走 谁知 他看着我的第一面 不是帮我拿手上的东西 而是微微皱眉 你穿的是什么 一句话让我有点猛逼 啊 他择了声 叹了口气 你来见我爸妈 怎么就穿着的来 人的名牌都没有 你知道的 我妈一直希望我找一个上海女孩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 我妈见你一面的 我眨眨眼睛 此刻才知道 这屌丝男在说什么了 她这是在嫌弃我穿的东西不够格 我气笑了 我穿这个怎么了 见我的态度开始变质 江汉似乎意识到什么 挂起笑容 马上安慰起来 哎呀 宝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妈你也是知道的 如果你穿成这样 我妈肯定会觉得你不重视她 你也不想这样吧 本来我们家庭情况就不一样 我又是我妈从小养到大的 她又希望我找一个不错的女朋友 我听的耳朵都疼 她话以话外的意思 不就是我穿不起名牌 配不上她家吗 那你想要怎么办 许久 我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 毕竟是谈了那么久的对象 我真的不想 因为这些小事情功亏一篑 江汉见我松口 笑嘻嘻地牵着我的手 去商场买个掰 这是什么大事 随后 江汉牵着我的手去了商场 我换了一件又一件 她总算点头同意 说好 当我把衣服换出来后 导过小姐姐说一下价格 我觉得还可以 在情理之中 谁知江汉突然道 宝宝 我妈说 女人的衣服也不是给我穿的 男人付钱不合适 你觉得呢 此刻 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看着身边的男人 一句话没有说 直接打开二维码 不用你付钱 这点钱我还是付得起的 江汉听见这句话笑了 我妈说得真对 女孩子的嘴永远说不出真话 这衣服这么贵 你就算付得起 接下来也要吃土了吧 我被她前后不一的话语 弄得无语 没说话 冷笑笑 随着丁的一声 结账 包装 走人 妈妈妈妈 我这一天就听见江汉说他妈了 走出商场时 我被一阵冷风吹的瞬间清醒了 手上拎着的名贵茶叶 突然不想送出去了 没意义 江汉马上追出来 拉住我 宝宝 你怎么了吗 我揉揉太阳穴 看着面前的男人 你确定你以后 不会和你妈住 江汉一听 马上点头 和我许诺一定不会 到底是谈了四年的对象 我这辈子 除了父母外最熟悉的人了 我打算给江汉机会 希望他别让我失望 在门口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 江汉让我别紧张 门随着咔嚓一声被打开 一个女人冷着脸 站在门口 我看着女人的时候 都惊呆了 她化着浓浓的妆 贴着夸妆的睫毛 涂着口红 穿着裙子 显然是打扮得好一番 见我来了 从鼻腔里冷冷地哼一声 进来吧 不知道你家农村 要不要换鞋 但是我们家要 我眉心挑了挑 走了进去 江汉丢我拿鞋 又顺手将我的包拿过去 我看见他给我递来的粮托 诧异地看着他 前几天 因为要来他家拜访 我特地和江汉 买了情侣拖鞋的 下一秒 我就在江汉妈妈的脚上 看见了这双拖鞋 看见了我的视线 江汉咳嗽了声 宝宝 我天气冷 你这不是没来吗 我给我妈穿了下 你将就穿这个 他妈冷笑出来 一声拖鞋了 你把我儿子都抢去了 我穿的拖鞋不过分吧 这话听着 怎么这么让我生理不适啊 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皮笑入不笑 恨恨掐了自己一把 当然了 宝川 哼 也不知道我儿子看上你哪了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儿子可单纯得很 你别想得骗他什么 江汉他妈这么说着 看着站在他边上的儿子 似乎不甘心地叹了口气 而我之的好男朋友 从头到尾 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自认为他妈的话 不是脾气态度很好 结果江汉就是装没有看见 原本以为 江汉只是单纯地听妈妈的话 结果接下来 我真的是大开眼界 吃饭时 我将礼物送过去 他妈问 这是什么 我打开说是茶叶 还没有等我好好介绍一下 这堆茶叶的名贵时 江汉妈妈的脸 瞬间就拉了下去 你送我绿茶是什么意思 别以为我不懂你们 小年轻之间的话 你送这个 不就是在暗示我儿子 我是绿茶吗 你好狠的心 太恶毒了 挑拨我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我 啊 反应过来后 我连忙咬手 不是的阿姨 这堆茶叶是好茶叶 我爸妈特地调的 怎么可能是在暗示你呢 我的工具人男朋友 此刻终于开口了 将茶叶收下去 安慰他妈 妈 你别生气 气了就不好看了 我坐在边上 看得亲密的母子俩 看得江汉从头到尾 没有为我反驳过一句 女人还在哭 脸上的妆都花了 吵得我头疼 行了妈 妆都哭花了 我记得肖肖包里有化妆品 我给你拿 你补一下 我怒了 忍耐快要到上线了 那是我的化妆品 江汉压根没有听我的话 直接去拿包 别那么小气 那是我妈 以后也是你妈 再说了 你的什么东西 不是我给你买的 我感觉我气得脑袋 都要冒火了 我和江汉一直都是非AA制恋爱 江汉是会把生活费给我保存 但是这不代表我什么东西都是他买的 我花费的钱不比他少 我看了翻我包的江汉 突然想起来 在一起第一年时 我送他一双昂贵的球鞋 他冷着脸让我别乱花钱 所以 他是觉得我在花他的钱 所以才这样 而不是担心我因为给他买了鞋 而接下来吃土好几天而心疼 瞬间 我只觉得脸烧得很厉害 气得 江汉的态度决定了一切 他妈不哭了 改笑 都是女人 我当然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但是我只能说 我儿子到底是我儿子 你们这些人 只能往后排 他这么说着 将我带来的茶叶 抓起一把闻了闻 故意嫌弃地咳嗽 他那满盒子都是鼻涕 还有 你爸妈果然是贱农民 一点眼力见没有 拿茶叶糊弄人呢 我终于忍不了了 说我可以 但是说我爸妈 绝对不行 兔子急了 还会咬人呢 这死老灯 下一秒 我站起来 将一边的杯子拿起来 倒入茶叶里面去 反正这茶叶 也被他妈喷满了鼻涕口水 你干什么 随后 我微微一笑 直接抓起一把 湿漉漉的茶叶 直接砸向面前这个女人 啊 茶叶呼满了 面前女人一整张脸 一大坨还掉在 她开阔的领口里面 惨叫声传来 椅子刺拉一声响起 江汉他妈站起来 你不要命了 你疯了是不是 你信不信 我叫我儿子和你分手 我笑出声 好啊 那让他和我分手啊 女人张牙舞爪的 就要扇我巴掌 我气疯了 一点不想忍 打就打 我还打不过你吗 巴掌想起 不是我的脸 是他的 江汉他妈懵了 张的嘴嗷嗷叫 我没手软 直接拽着女人的头发 随手抓了一把茶叶 再往他脸上呼 呜啊啊啊啊 你个小贱人 我的脸 你敢弄花我的脸 阿姨 你错挂我了 你脸上的皮 都松得快掉到脚底了 我这是 顶你做低了呢 还有热肤 怎么样 你不满意呀 啊啊啊啊 我要我儿子和你分手 你这辈子 别想嫁进我家 你别做梦了 你和你爸妈 做一辈子的建农民吧 还想进入大城市 好好好 我真的气笑了 我从始至终不懂 他怎么对我有 这么大的敌意 原来是觉得 我家庭不好 配不上他一直 照顾养大的儿子 笑死我了 大妈 你怎么敢的 还见农民弄 你搞不搞笑 我们国家这么多人 哪个不是农民啊 你瞧不起农民 你别吃饭啊 我认你老久了 什么叫大城市的人 什么叫你儿子单纯 什么叫都是女人 你懂我 别管得太多了 OK 这堆茶叶 能卖你命了 你信不信 别拿你局限的 思维看东西好吗 说着 我又将茶叶的发票 举在女人面前 你多好好看他 这玩意 抵得上你两个包了 我爸妈的眼光好得很 知道你是土狗 没喝过细糠 特地选的 女人的头发被我扯得 眼泪凹流 她本来就胖 现在被我压制得 一点动不了 住手 住手 男人的声音突然传来 我已经等好了 江汉将我推开 护着他妈的情况发生 结果 下一秒 江汉确实将我们 两个分开了 但是他的目光 一直在我身上 萧萧 你没事吧 转头去 怒喊 妈 你干什么呀 如果你再这样对萧萧 那我真的会很失望 那一刻 我挑眉 倒在沙发上 阴阴的捏愣住 他颤抖着嘴唇 儿子 儿子你 儿子什么儿子 今晚就到这里吧 妈你仔细想想 这辈子 我一定要去萧萧 你如果再这样 我以后就去别的城市 和萧萧一起 说完 拉着我的手 走 我们出去吃 我就这样 被江汉稀里糊涂地 拉出家门 看着他的背影 和我们相握的手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江汉是一个妈宝男 我之前被他妈讽刺时 这个屌丝是一句话没说 现在又闹那一处 回心转意 我不信 一个资深妈宝男 会帮女朋友说话 我信他还不如 信脉星人毁灭世界了 晚上 江汉一直在帮着我 他妈打来电话哭诉 他直接拉黑 还让我别因为 这是心情不好 一直到走的时候 我都没有发现 哪不对 和张清辽这件事的时候 他安慰我说 相信爱能改变一个男人 我只觉得无语 要知道 江汉家一共两个房间 他爸常年不在家 所以两个房间 不是江汉和他妈一人一间 是他和他妈一间 空一间 几十年如一日 所以 他真的会因为我 改变这些 我没回我爸妈 给我买的那栋房子 住了酒店 江汉在楼下便利店 特地买了医药箱 此刻正给我 小心翼翼地涂抹 他妈做了美甲 刚当在我胳膊上 抓出长长力挑 惊讶我妈真的是太过分了 宝宝 你别伤心 这结婚是我们两个的事情 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六我看那面前男人认真的脸 三秒后 笑了 放心好了 我知道你妈什么样子 我不会生气的 江汉还想要说什么时 手机里的电话突然响起 我看那备注的是 宇宙无敌美妈咪 嘴角抽了抽 他看着来电人 愣了很久准备挂断 我温柔且理解得到 你去接吧 我自己处理就好了 江汉抱着我亲了一口 跑去阳台接电话了 而我 则看着他的背影 悄悄跟过去 我才不相信 江汉这个死妈宝男 会向着我 从他原本对我的态度 我就知道 他不可能会向着我的 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 他娶我 愿意和我谈恋爱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他觉得我是那种 家庭条件不好的小女孩 他觉得和我谈恋爱 能满足他满美的 大男子主义心理 第二个 我这个人情绪 还算比较稳定 所以 他想娶一个三从四德 愿意当家庭主妇的 听话女人 来方便照顾他吗 他心里面 妈妈的命令就是圣旨 遇事不决 妈妈来也 这样的男人 我现在只觉得恶心 我的脑袋靠在阳台的玻璃上 妈 有些事情回来说好吗 妈 你别哭啊 你一哭我怎么办 我蹲在边上听 有点失望 我不是来听他 怎么哄他老妈的好吧 正当我觉得无趣 打算走的时候 江汉突然开口 妈 你知道吗 他在上海有套房子 是真的房子啊 如果我和他结婚 那这套房子 就是我的了 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 蠢女人 我当时娶她 就是因为谈久了 觉得她傻 好操控 妈 我这辈子都不会让 其他女人在你上面的 那房子肯定 给你留一个屋啊 肯定只有你一个屋啊 哎呦喂 轻轻他 说到这里 江汉的声音 就响了下去 好啊 好啊 原来是为了房子 我的房产正在包里 肯定是他刚刚 拿化妆品时看见的 我后槽牙咬得紧紧的 气得全身都在抖 这么多年的感情 终究还是只有 我一个人在承担 江汉打完电话 我此刻已经收拾好 坐在床上了 宝宝 对不起哈 我妈比较 应急 我勾勾唇 笑道 没事的 宝宝 我准备向你 坦白一件事情 看着江汉愣住的模样 我从包里 拿出房产证 我爸妈在这边 给我买了一个房子 不如当我们的婚房 我的手 死死掐住 自己的软弱 江汉 你等着吧 第二天 我就开车 带江汉去了 我爸妈在这边 给我买的房子 他看见房子的那一刻 眼睛都直了 我爸妈本着买 就要给我买最好的原则 直接在市中心落了一套 也难怪江汉这么激动 宝宝 这房子也太好了 他躺在沙发上 抱着我 满意地道 我勾唇笑笑 当然啦 这可是 我们两个的婚房 江汉的眼珠子转转 眼底的贪婪冒了出来 那这房子 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 我就等他这句话 七下一秒 我勾着他的脖子 谁说的 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 这房子等我们结婚了 举办婚礼了 我就马上把你的名字 加上去 下一秒 手机突然响起来 我扫了一眼 随后马上变了脸 宝宝 那个我老家 可能一点事情 要回去一趟 这几天 你就帮我看的房子吧 好不好 江汉眼底的火花 都要冒出来了 激动地搓着手 将我送到机场后 江汉甚至都不愿意 放开我的手 满眼都是深情 宝宝 等你回来 我就结婚 我抱住面前 这个傻缺妈宝男 假装不舍 等江汉彻底走了后 我才缓缓 从机场走出来 找了个酒店住下 那天 江汉和他妈妈的对话 我听得不全 但是有一个名字 却让我印象深刻 清清 虽然很不想 怀疑我那个好闺蜜 但是太巧合了 不是吗 其实说实在话 张清清和我的关系 并不是坚不可摧 只是他一直很喜欢 和我玩 包括很多时候 我和江汉要分手 或者吵架 也都是他从中调解 他在我面前 把江汉夸得 只有天上有 仔细一想 这个实在很让人怀疑呀 这么思来想去 我给张清清 发了一条消息 清清 我这几天要回老家 刚好有东西 丢在我上海的房子里面 江汉似乎也有事情 你可以给我寄过来吗 那边张清秒回 啊 你怎么了 生病了 看着张清清的关心 我真的想不到他 就当小三 但是我思考许久 还是将地址发过去 像别让我失望 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江汉 我那栋房子里面 安装了监控 大约下午的时候 张清清和我说他到了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 将画面转到监控 江汉在沙发上玩手机 听见门打开的声音 敏锐地站起来 张清清走了进来后 看见他显然也是愣住了 你怎么在这里 两个人一口同声 放心吧 他没有发现我们 甚至喊我来 是觉得你工作忙 缓了一会后 张清清笑出来 走过去勾住江汉的脖子 他这么信任我和你 又这么傻 你担心什么 江汉搂住张清清的腰 两个人倒在沙发上 溺溺歪歪起来 随后 张清清骑在男人身上笑出来 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 你说如果你女朋友我的好闺蜜知道 我们在她家里面坐 她会是什么屌情呢 她 我直接将手机关掉 浑身上下气地发抖 这两个渣男贱女 我咬着牙 死死握着手机 许久笑了 既然正想别人知道 那我就让所有人知道呗 将监控资料保存好 整个人气的脑袋都疼 张清清对我发来消息 说是拿到了 可真的难为她了 一边在沙发上运动 一边对我发消息呢 我忍着恶心 决定出门散心 结果刚出门 就看见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有着腰 笑嘻嘻的样子 这不就是江汉他妈妈 只见 她挽着一个中年秃头男人的胳膊 笑得不见眼 我戴上墨镜 下一秒 两个人居然抱着拥门起来 我吓得差点隔夜饭 都要悠出来了 八据我所知 江汉他爸还活着 只是常年在国外打工 几年不见地回来一次 结果他妈居然在国内玩得这么滑 我忍得激动的手拍下照片 不知道江汉看见了 会有什么感想呢 就这样过了几天 我觉得差不多了 于是假装回来了 江汉一见到我 就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随后领着我去了婚纱店 老婆 你愿意穿上婚纱 嫁给我吗 我看着单膝下跪的江汉 他故作深情 我勾唇微笑 好啊 他乐得不见眼 马上抱住我 婚礼准备得很仓促 江汉在朋友圈大肆宣传结婚的消息 似乎是放心我再也不会逃出他的手掌心了 居然在结婚前一天 带着他妈是穿我的婚纱 女人依旧画着浓艳的妆容 牵着江汉的手 穿着我的婚纱 他仰起脖子 脸上面肉都松松垮垮的 但是依旧自信放光嘛 儿子 我穿这件婚纱 是不是比他好看 江汉他妈用手指着我 江汉抱着他妈妈 当然了 妈妈是全天下最美的女人 随后 就发生了我一巴掌身死这个老灯的事情 仔细想想 我和江汉的相知相遇都像的笑话 门被发喊的敲击 我睡得迷迷糊糊 起来打开了门 男人冲了进来 怒目圆睁 林萧萧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笑死 我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吗 江汉 你好好和萧萧说话 张青青跑过来抱住我 一副保护的姿态 这场面对我看笑了 好一出戏啊 片刻 我舔舔嘴唇 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 猛地捏住大腿 眼泪沙沙地落下来 对不起 青青 对不起哈哈 是我太不顾大局了 到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很生气 我不是故意的 看着我服软 面前的两个人 互相点了一个眼神 眼底闪过计划得逞的光 笑出来 没事的宝宝 只要你还愿意和我结婚 男人欲想要抱住我 我依偎在他怀里 我当然愿意了 送走了江汉和张青青 我嘴角勾出讽刺的笑 我的父母也连夜赶过来 弟弟更是看恋我的第一秒 就拉住我的胳膊 又去做江汉 我拉住弟弟 将一个U盘塞给他 这是什么 我对他眨了眨眼睛 你打开看他 视频被播放 难以言喻的声音 瞬间响彻整个房间 畜生啊 我爸忍不住了 气得站起来 姐 你想 明天结婚的时候 你在婚礼上播放这个 还有这些照片 我答应和他结婚 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 江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弟弟看的视频 笑出来 好 很快到了结婚那天 虽然我们准备的仓促 但是江汉却什么人都请了 他在学校也算有点明气 这次结婚 能记得上名字的人 都发了请帖 我就是拿准了 他爱显摆的性格 坐在房间中 徒伯突然进来 美好气得倒 没想到你这样的女人 都能嫁给我儿子 也不知道你上辈子 祖坟甚至冒清烟了 我没有理 将首饰拿出来 徒伯看见 那堆漂亮名贵的首饰 马上就走过来 抢到自己手上 气我爱呀 这又配我刚当好 你嫁到我家已经是高攀了 这些东西就全部给我了 总能让你白白吃我家的 和我家了吧 说完 徒伯就拿着这堆首饰 开心地戴在身上 显然不打算还回来了 随后我穿上婚纱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很快到了中午 我去了大厅 江汉激动地说着 老婆 我终于在今天娶到你了 我是何其荣幸 今生可以和你携手 他深情款款 又立了一波人设 台下不少女生 都露出羡慕的眼神 而我一句话也没说 牧师问江汉 愿不愿意娶我 江汉落泪 哭着点头 整个人都在抖 装得太他妈像的人了 轮到我的时候 我松开江汉的手 在台上狠狠打他一巴掌 瞬间全场安静 哎呀 贱人 你打我儿子 江汉他妈踩着高跟鞋 马上看了他的儿子 眼睛里面都是担忧 贱女人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巴掌 删掉你的荣华富贵了 哈 删掉荣华富贵 大妈 江汉是没有告诉你吗 女人气得全身都在抖 我抱着胸 嘖嘖嘖摇头 实不相瞒 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 随后 我爆出来一个品牌的名字 那一刻 江汉母亲的脸上 都苍白了几分 错愕地站着 萧萧 够了 我虽然喜欢你 但是我也无法容忍 你欺负我妈 江汉站出来 将他妈站到身后 台下很多人 虽然搞不清楚状况 但是也站在江汉那边 讨伐我 下一秒 我给弟弟的眼神 接下来 所有人 请看 于斯耀 男女喘息的声音传出来 台下的张青 瞬间睁大眼睛 整个人不敢相信地 看向台上 江汉看的视频的那一刻 眼睛睁大 关掉关掉 男人愤怒地喊出来 我站在原地 鼓着掌 笑得快要站不住脚 你 林霄霄 江汉马上冲上来要打我 爸爸拿着棍子 一下子拍过去 站在我边上 谁敢动我女儿 场面一度非常的混乱 江汉妈似乎气疯了 指着我大喊 你真的是疯了 我疯了 你儿子出轨 你说我疯了 我儿子出轨 还不是因为你留不住他 你自己平庸 留不住男人 怪我儿子 但什么 我被他的无三观言论 炸得五零轰顶 哦 江汉 是这样吗 江汉被我霸一棍子 打得趴在地上 狼狈至极 眼底又不甘心 我哈哈笑出来 再给弟弟一个眼色 你好好看看 什么叫有其母 必有其子 照片被放出来 赫然是扑货 和一个中年男人 接吻的照片 那一瞬间 场面更加混乱 甚至江汉 连江汉都愣住了 不敢相信 妈 你说只会喜欢我一个人的 你说的这辈子 不会背叛我爸的 你人颤抖着 腿软跌倒在地上 我笑嘻嘻地拿起话筒 啊 江汉 你被骗了哦 你妈其实一直表面上 觉得你这个儿子是唯一 连睡觉都在一起 但是早就和别的叔叔 在一起玩咯 底下的听见了 都不可置信 是啊 这就是妈宝男吗 我的妈呀 江汉居然是这种人 我平时都没有看出来 我天 新时代了 还有这种人啊 我丢 他在学校里 不是什么公子哥吗 一直说养的女朋友什么的 结我人家女朋友 才是大小姐啊 我的妈 我以后找对象 肯定不能选这种人 江汉听完我的话 气得掉眼泪 显然不敢相信 他妈会出轨 真乍烈 江汉居然唯一一次 真情实感的掉眼泪 是因为他妈出轨 成分复杂 弟弟那边终于弄完了 走过来对我道 视频录完了 我满意 柔柔地底的脑袋 真棒 接下来 我把这次婚礼 发给学校论坛 又发给江汉实习的公司 当然了 我不可能放过张青青 一并打包了 全面发送 我原本以为 江汉这本子也就这样了 当个过街老鼠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他真的很厉害 他把自己送去了局子 那天 我爸突然来找我 都放过来一堆资料 看看 我打开文件 发现里面 是江汉在国外赌博 欠下高利贷的证据 甚至还卖血 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惊了 因为翻到后面 发现江汉还有一个孩子 张青青给他生的 更无语的是 他们两个不是自己生的 难怪那段时间 江汉去了国外 我突然想起来 早在大四那一年 江汉突然和我说 他妈妈要带着他 去国外和父亲过节 恰好没过几天 张青青也说要出国旅游 因为他当时正好失恋了 我心里面 就没有把两个人 忙一个事情上面想 结果居然是去国外 找人生孩子啊 那一刻 我气得大脑冲血 好啊 这两个人真的太厉害了 我咬着牙 老爸在面前看着我 知道要怎么做了 我点点头 马上将所有证据整理 这对渣男剑女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之后我将所有的证据 全部发送到相关部门 将张青青和江汉 一起送进监狱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传媒 习起新门来 也得心应手 当天只将这件事情发调出来 听说江汉和张青被抓的时候 两个人还在一起喝酒试觉 这件事情 社会影响恶劣 不少人也选择来采访我这些当事人 而我也找到了我的意义 拿起笔 背上包 记录社会上的黑暗 几年后 江汉在监狱里面自杀了 不过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看着窗外的阳光 继续拿起笔 低头写着 我还给到 离 新闻